李晓璐和李晨信照分别曝光,网友,自从分手后谁也不比谁过得好。 李晨和李晓璐这对九情侣,今天分别被人曝光了信照。 今天李晓璐被拍到带女儿甜心现身北京机场。 母女二人穿淡蓝色花朵亲子装,看起来十分养眼,照片种甜心吐蛇卖蒙古灵精怪表现出孩童的天真烂漫,李晓璐却神情凝重,一副闷闷不乐样子,人也憔悴不少看起来和PGY的夜宿门对他打击很大,到现在也还没有缓过进来。 日前有粉丝曝光了李晨在美国拍摄电视剧《七日生》的路透照,照片中她身穿蓝色T恤,人轻瘦不少,神色更是痒痒不振。 大家都知道范冰冰最近深线税务风波,传闻已和穆小光,公司会计,行政助理等五人被警方带走,前途未捕。 传言满天飞,范冰冰一方也没有第一时间必摇,让传闻多了几分可信。 而李晨是范冰冰冰的男朋友,未婚夫,未婚妻摊上这样的事,她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儿去。 从路透照来看,她和跑拿节目中展现出来的快乐阳光的样子相距甚远。 李晨和李晨是一对旧情侣,2002年两人因合作十三格格而擦出爱情火花,假戏真做音戏生情。 这是许多明星情侣的套路了,李晨和李晨也不能免俗。 这段恋情侣说持续了多年,李晨还曾为了李晨在大腿上伺了一个路,字。 后来有网友巴黜李晨曾在博客中,贴出自己参加北京酷宠明星爱新拍档时的照片,照片中有一条可爱的哈士奇出镜,李晨称之为我的Sniper很害羞。 而同时段的三年时光里,这只名叫Sniper的哈士奇也常常会出现在李晨的博客中。 只不过因为那时两人都不算圈内大咖,名气不如现在,所以他们的恋情就没有受到网友们的高度关注。 后来二人不知什么原因分手,据说李晨还写了个剧本狠狠Diss李晓璐。 如今李晓璐婚内出了夜宿门,李晨又因范冰冰风波受到打击,网友不由开叛,自从分手后,咱俩谁也不比谁过得好啊。